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十八层低狱都熬过来了 为什么还要向日本人屈膝弯腰呢 说到底还是个怂人 我想活下去 这样活着 有什么意义还不如死去 尚小 不瞒你说 我刚开始进来的时候啊 也跟你一样 我呀 也不向小鬼子低头 一心就想着死 要想从这个戒备森严的监狱里面 逃脱出去 我们不能应聘 难道你就不想冲出去 继续打鬼子 为你那一千七百多个兄弟报仇吗 你大概还不知道吗 为了救你 他故意砸上了自己的手 这才有机会去义务室 偷来那个那个抗什么速的救命药 人家这是拿自己的命换你的命啊 可你呢 你怎么对人家 说轻了 你这叫不知好歹 不懂得指人图报 说中了 你和那些没人性的小日本 有什么两样 有什么两样 是 是 上校 我今天啊 还得到了另外一个消息 什么消息 你说什么 日军和美军在莱特湾交战 是真的吗 我看到日本人的报纸啊 就是这么写的 太好了 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过去 日军和美军在重途岛交战 现在 战线离日本本土越来越近了 小日本的日子不长了 真的 这当然是真的 老子骗你们干什么 上校 太好了 所以我们更应该坚持地活下去 直到生命的那一天 是啊 你想想 眼看这小鬼子 就快完蛋了 你却在小鬼子完蛋之前 现完蛋了 你想想 愿不愿 愿不愿 你连做鬼都得别去死 既然现在盟军胜利在望 我们不可以坐以待毙 我现在只是在搜集情报 但是你的假如是最关键的一点 你今天说的这句话 是我最喜欢的 兄弟 有对不住的地方 别往心里去 王后啊 你就是我们的吉时宇 宋将 什么年代了 还什么吉时宇 你是宋将 他是无用 散野我 就是鼓上造石器 不过 你这贼头贼脑的样子 倒挺像石器的 有眼光 有眼光 我还就认石器 当祖无宗了 把他带走 快 起来 起来 走 走 快 快点 太军 太军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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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快 快点 快 明天 pontos 你要是能够坚持到天亮 算你小子命大 不然的话 明天为你收尸 走 走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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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容 小鬼子 不会把伤脚拉出去 胡埋了吧 你看我这话说的 大慈大备的菩萨 求你保佑 菩萨保佑啊 菩萨保佑 进去 我 我跟你们讲 小鬼子侦探娘的不是人 拿一个土豆诱惑 我们都干活 多干了活 还多加了定位 别干了两个小时 真是得不偿失啊 你说你自己装积极 吃了亏就算了 还非得拉上我们俩 看你以后还争不争这个土豆角 我说 手艺人 弹心大 正常 正常 向小鬼子要共求赏啊 自掏枯齿了吧 活该 你怎么个样子呢 你们谁看见陆刚没有 哦 天 我们藏起自己的脊椎 就是为了明天 可以更好地听起中国人的脊梁 嗯 上下 我们更应该活下去 坚持到胜利的那一天 阿 阿 你 你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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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有你的 竟然还没被吊死 怎么处理 走 去报告付蝶鱼掌 是 蝶鱼掌 如果惩罚的时间够了 就应该把人放下来 下去 把他押回监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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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走 走 双小 九四一生总算停过来了 我就知道你可以停过来的 跟你的眼珠若比起来 我的运气好多了 三八六号能活下来 一定是那片黄暗符救了它的命 零八零号的突然转变 一定是别有图谋 我该怎么办 我不能被这个人利用 不然日本人会杀了我的 我必须找出他偷要的证据 雅子小姐 找什么呢 我 我是奉典狱长之命 前来查看三八六号的伤情变化 如果没有什么大碍 就可以去工厂工作了 只是不知道监设在什么地方 三八六在六号监设 多谢永田君 六号监设在这边 多谢 多谢 等等 还是我带你去吧 不用劳烦你了 还是我自己去吧 没有我 你进不去 那就麻烦永田君了 你回家 我找你 他在你 我找你 そして还我 你 你 请 386 起来 不用起来 我检查一下伤口就好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可以出宫了 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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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检查过了 他可以参加劳动 快点 回去工作 快点 快 伤小 压死医生给你检查过了 是啊 那个女医生看了伤口之后 说没什么大碍 他们就把我带来出宫了 怎么 伤口恶化了 不是 伤口有黄氧粉的痕迹 必须擦干净 为什么 这是违禁药 如果被人发现的话 我会被送上军事法庭的 怎么办 越狱计划还没开始 就已经暴露了 发生呆呀 好歹我得做做样子 没有 没有 赶紧做工吧 做工 сним 来吧 竹子 你能给你车分开 记住 Altyazı M.K. 你看他这桃子 exemple 真的是他偷的药怎么办 不会 不会被发现的 就算他们看到囚犯伤口的痕迹 一般看守也不会知道 用了违禁的药物 这件事我不能报告 否则 惹伤麻烦的 绝不仅仅是零八零号 我自己也难免会受到 最严厉的军纪处分 不仅仅是零八零号 精灵竞不仅仅bb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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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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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等下 我问你 你是不是偷了黄阿凡 你把自己的手弄伤 就是为了来医务事 偷药就三八六号 是 是我偷的 你自己找死没问题 可你不能连累其他人 鸭子医生 我知道 这么做会连累你 对不起 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同胞死 如果现在 你要去想点一场告发话 我不怪你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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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垃圾多高的山头了 原来就这几个人啊 尚小 你别小看我们这几个人 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现在 有了你这位宋江 做带头大哥 一定可以把我们组织起来 但这些老公 都是普通的老百姓 跟当兵的不一样 想把他们一下子组织起来 比登天还难 我看走出这第一步啊 就很困难 难哪 一盘散煞 散煞一盘哪 苦恼啊 老公们虽然是一盘散煞 但他们都有求生的欲望 只要有求生的欲望 这就是我们的希望 不行 永田君你根本没有病 我不能给你开假的病假条 这是会受到军纪处分的 只要雅子小姐不说出去 谁知道我是真病还是假病 我不过就是想让你开张假条 去跟殿一长请两天假 出去逛逛而已 不行 请你不要为难我了 雅子 你口口声声说违反军纪 那你给囚犯使用黄鞍粉 算不算违反军纪 你胡说什么 而且还是典狱长 明令规定不许就职的三八六号 永田君 我从来没有给任何犯人 用过这种药 你看这是什么 这是我从六号监舍搜出来的 这是我从六号监舍搜出来的 庆祖 tox 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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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困难 我觉得分散在各个监区 这并不是坏事 就好比 他们是分散在 各个牢房的惺惺之火 只要你这个风一点起来 他们就会跟着熊熊燃烧 你这么一说 好像挺有道理 好 我找机会 给他们下命令 等一下 我觉得 这事不应操之过急 所以把咱们的计划 先研究完善了 然后再传达给他们 有了这张价条 好 我就可以跟蝶豫章青良殿家 出道去玩玩了 我 这个我先替你保管着 留着下次情假再用 只要雅子不想让人知道 我就不会让人知道 放开我 你们快放开我 你们带我去哪儿 我不想跟你们去 快放开我 老师姐 你们放开我 你们要带我去哪儿 我求求你了 我不想去 你们放了我 安静点 带你去个好地方 我求求你 我不想跟你去 你们放了我 你们放开我 你们快放开我呀 我不解 你们放开我 快点 快点 都跟上都跟上 我求求你们快救救我 我不想跟他们走 你们救救我呀 你去 安静点 我杀了你 求求 你去 求求 放开 太决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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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钱给我 住手 发生了什么事 三百六 三百六 又是你 你现在落到我的手里 你知道吗 袭击士兵是要判死刑的 我看这次还有谁来救你 远廷 停 我自己放开 怎么回事 三百六 抽携我 起来吧 告诉我 发生什么事 不用害怕 你说出来 发生了什么事 他 他 他想欺负我 永天君 我会非常认真地 调查这件事 如果这是真的 我会处罚你 现在你先下去 第一站 三八六号屡屡为犯于归 应该执行死刑 先把三八六号关起来 禁闭三天 起来 来 走 走 各位 我是新来的点狱长 渡边人 之所以没有对 三八六号厨义急刑 并不是我对他的仁慈 也不是我的软弱 我想大家 看看那边 我在这里 建立了一座绞刑下 绞刑是自古以来 最为残酷的刑罚之一 从今天开始 只要有人 违反御规 处以急刑 将不再是 枪杀 活埋 或者刀砍 而是处以绞刑 当然 我希望 我再任期间 不要有任何人 走上绞刑台 这也许还需要努力 我最终的目标 是为大家 取下你们身上的枷锁 也许这个时间会很长 但是我相信 我们会共同做出努力 所有士兵听着 解开他们身上的连铁箍 是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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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起来 快进来 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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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规上没有这一条 现在有了 你这样纵容犯人 我要把你告上军事法庭 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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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 藏起自己的脊锤 就是为了明天 可以更好地挺起 中国人的脊梁 你 三八六号 敢公然冒犯黄军 这口恶气 我非除不可 我非除不可 我不知道阁下 对劳工的怜悯 甚至慈祥 究竟是不是在演戏 但是我强烈反对你 随意更改月亮党的玉归 作为殿狱长 怎么能够做出 如此武断 和不负责任的决定呢 所有的决定 都是经过我深思熟虑的 不仅仅是这一条玉归 我正打算把所有的玉归 进行一次全面的改革 包括看守的管理条例 月亮岛的守卫 是要好好约束约束了 当着那么多劳工的面 去鞭打一个女劳工 这只能引起他们的义愤 还有 你那些花样百出的刑罚 也全部解证 如果取消这些刑罚 如何来震慎那些囚犯 万一造成严重后果 谁来负责 叶天俊 你不得不承认 在你管理月亮岛期间 你所推行的 征服肉体 来让那些囚犯们 归顺的方式 完全没有成效 我所要推行的 是怀柔策略 我要尽可能地 避免使用暴力 我要向他们推行 天皇陛下 所推行的 大东亚共荣的最高理想 让他们感觉 对我们大日门帝国 有感恩 这样 他们才能成为真正的顺民 你不觉得 这话是异想天开吗 你要知道 月亮岛上的劳工人数众多 他们是我们 开守士兵的十倍 一旦失去应有的阵势 他们会联合起来 孽育的 中国有句古话 置之死地而后生 如果枯行过多 他们只能反抗意识越强烈 因为我们把他们 逼上了绝路 逼到了死地 我拿掉他们的镣铐 并不等于 我对他们有怜悯或者善良 我是在无形中 给他们铐上了精神枷锁 镣铐 以后只能锁住他们的肉体 而精神的枷锁 才能得到他们的心 对着 你不觉得 你的这些话都是纸上谈兵吗 为了月亮岛的安全 我必须把你的疯狂之举 报告给鸟尾将军 叶天俊 我到月亮岛来任职 不仅仅是占据司令部的意思 也是内阁相府的意思 不仅仅是为了小小月亮岛一个劳宫营 更是为了大日本帝国在赢取东南亚战争之后 能有一个实力的官下 一切妨碍我工作的人 都被视为对天皇的不敬 叶天俊 你自己看着办吧 叶天俊 你自己看这办吧 卧少 我们看错人了吧 这哪是吉失与松降 说他是黑轩凤李逵啊 还差不动 要是醒来的点狱掌 再迟来一步 他脑袋就开花 我看哪 咱不能靠他 咱得另外找人 是有点莽撞 不过他这一闹啊 也许是件好事 好事 骂医萨 我们正需要在 劳宫中间输一杆大旗 至少可以不让他们 感到惧疤 那倒也是 这醒来的点狱掌 压着屠服一头 也算是老天爷开养了 这个野田 虽然凶啊 却是个直性子 那个新点狱掌 看起来温邹邹的 未必好对付 还是小心点 报告 滚 是我 我现在不想见任何人 负责医长 骑士怒 我有钥匙向您报告 要不是你 我还不至于 受那么多的气 我来就是为给您出气的 那个三八六号 别去三八六 那个渡边 不是已经做了决定吗 那就听他的喊了 可是属下咽不下这口气 咽不下要怎么样 现在我不是天一场了 天一场 是渡边人 那个渡边人 不是设了一个侥幸架吗 我要让三八六第一个被敲死 这是从六号监视搜出来的 是三八六用的鸭 玉贵中有规定 凡是敌国战俘和囚犯 使用这种贵重的药品 统统都是死罪 得一场 我认为这个三八六 是不是应该 第一个上你的侥幸架呀 一个被隔离的囚犯 是怎么得到这种药品的 很明显 肯定是从医务市头的